更失望的是景气不好年终奖金缩水 但是金融业呢仍然获利很风光 民营金控平均三到六个月 在去年最高有十二个月 孝奥金融业的这个宗租敌和呢 今年业绩畅下了新高 外界预估年终渴望跟去年旗鼓相当十二个月 等于是做一年零两年 让大家羡慕极了 金刚乐舞 卖力开唱电影女王谢金燕 是前年宗租伟牙演唱嘉宾 去年的年终一位中信 创办人孤联松逝世停办一年 今年将重新启动 会不会再找大咖艺人演唱 日传董事长孤仲利将亲自变装 朝乐气愤 先前变装成为赛车手的孤仲利 发放年终相当大方 去年业绩好的员工 最高能拿到十二个月奖金 孝奥金融业 今年年终再度成为焦点 那我们二十一号再讲吧 微笑不语 坚持要等到二十一号 尾牙才肯透露年终 到底发放多少 不过光从业绩来看 还是有机可循 今年中株营收再创新高 前十个月年增率百分之三十七 预估今年年终 可望与去年相当 相关企业 像是中信以及开发金 预估有五到六个月 此外今年金控企业 获利风光 尾牙都扩大举办 有业者重金邀请五月天助阵 开心自金融海啸后 首度恢复集团尾牙 洗开六百桌 新光则是准备史上最大的 谢年宴 民营金控年终 也是限煞旁人 平均三到六个月 比起电子业 平均一到三个月 实在幸福多了 我们是希望说明的景气 会比今年来得好 台湾中小企业 受到景气的影响 也相当的大 假如说国内景气 有更好的 更明确的一个发展 还是一个更明确的指标的话 我相信对他们来讲 一定是会有很直接的 成长的影响 不管是大老板 还是一般上班族 都期盼景气寒 都能赶紧过去 让民众奖金 能更上一层楼 记者夏军臣 秋静台北采访不到 谢谢 谢谢总裁